原标题 同时,又在东面和北面地区分封诸侯国,由诸侯王管辖。当时,各路诸侯王占据辽阔的疆域,控制着大量人口,其总体实力,甚至高过了中央朝廷。 刘邦在位期间,采用各个击破的方式,逐步铲除了韩契、彭域、鹰部等异姓诸侯王,解除了这些异姓王对刘氏政权的潜在威胁。 但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,刘邦没有成绩将异姓王所统治的诸侯国收归中央,而是让自己的儿子、兄弟、侄子们去担任新的诸侯王。 因此,各地诸侯国的实力,并没有受到多大虚弱。 到了汉景帝统治时期,朝廷和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成绩化趋势。 前者想要加强中央集权,后者想要保持独立地位,而原本维系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血缘纽带,也随着时间的推移,变得越来越说远了。 公元前一百五十五年,御史大夫朝廁向汉景帝尚书销翻册,文中直言指出, 今销之一反,不销一反,销之,其反即,或小,不销之,其反时,或大。 意思就是说,这些反国的诸侯王们迟早要谋反,晚销翻不如早销翻。 汉景帝采纳了朝廁的建议,正是着手进行销翻。 不过,诸侯王们却不甘心就此坐以待毙。 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的吴王刘弼,私下联合了楚王刘武,赵王刘岁,济川王刘贤,焦西王刘昂,焦东王刘雄许等人, 以诸朝处,清军策为名,发动叛乱,始称七国之乱,叛军一开始来势汹汹,下首都长安挺进, 但由于朝廷此前已做好了充分准备,结果仅仅用了三个月时间,就将叛军彻底击溃,参加叛乱的七国诸侯王皆死。 七国之乱平定后,朝廷城市消贩,各地诸侯王的力量被集大消。 若,此后,西汉虽然仍有藩国存在,但已再也不具备同中央对抗的实力。 从西汉当时的形势来看,联合发动叛乱的七国实力强劲,为什么汉景帝仅用短短三个月时间就搞定了呢? 这个问题的答案,可以归结为四个字,有备无患。 汉景帝评定七国之乱看似很容易,但实际上,却筹备了长达数十年时间。 汉景帝的父亲汉文帝,原本并非皇帝宝座的顺位继承人,他是在屡市乱政平定后,被大臣们推举而成为皇帝的,因此,地位并不稳固。 汉文帝在位期间,曾先后发生了,吉北王流新军叛乱和淮南王流常叛乱。 虽然这些谋逆事件很快就被平定,但却给汉文帝敲响了警钟。 汉文帝无时无刻不想削弱诸侯国的势力,但又怕引起诸侯国的反抗,于是,他采取了温水煮青蛙的手段。 比如,诸侯王犯罪被抓住了把柄,那就罚默其统治下的部分领地。 诸侯王死后没有子嗣,那就将其诸侯国收归中央。 或者分割成多个小型诸侯国,有几顾诸侯王的尽亲接管。 习国原本是西汉前期最强大的诸侯国,但七文王流则死后没有子嗣可以继承, 于是,习国就被分割成了六个小国。 经过这样二十多年时间的分化瓦解,朝廷和诸侯国的力量对比终于发生了逆转, 朝廷的实力已强于诸侯国实力的总和。 汉景帝继位后正是有了这样一副底牌,所以他才敢采用更激进的手段进行消翻。 而七国之乱之所以被迅速平定,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中文字幕作 Punk